政治焦点来看到的是资深媒体人周日寇爆料风波 尽管在昨天他已经向当事人道歉 不过现在招来了蓝白两阵营的炮火 台北市长柯文哲更断言 将会影响到民进党全台湾的选情 不过周日寇又打算在明天上午前往北姐提告 柯文哲还有蒋万安诽谤 而柯文哲则无奈地表示 控告他也要有具体的事项 而柯文哲到市议会送议员水果的时候 还被台北市议员开玩笑亏说 现在跟柯P合照会不会被周日寇告 任内最后一次议会送水果 柯文哲先被无党籍议员林颖梦呛瞎 惨媚中国 请问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要陪他演戏 来送给你 送上对联 呛柯P是中国爱将下跪投降 但柯市长其实乌肉偏逢连夜雨 市长你明天要被周日寇告 他告你 什么告什么 他说你抹黑抹黄还什么的 谁叫你要讲他永结童心 很稀稀 你口口 媒体人周日寇放话 28号早上10点 北检控告柯文哲 蒋万安公开诽谤 说绿营纵容某立委放话 让他变成蓝白沙包 国民党议员更发起 聚上周日寇节目 抹黑抹黄 那他有具体事项 那现在要哪个绿营的候选人 大家一定很痛苦 实在很不想去 不去又被他怕被他K 跟他一起照相会一起被告 一旁议员吃瓜看戏 周日寇外衣效应是否影响绿营选情 柯文哲再抢执政党 我会影响全台湾的选情 有本事像民进党就切割周日寇 民进党中央党部看谁出来讲的 他话言不当 我们谴责他 绑在一起 周日寇自己跳出来讲 票头沈慧宏就是支持周日寇 好啊 再多喊几个 跟票头叉叉叉叉 就是支持周日寇 民进党第十几名 恩 恩属于恩 柯碧断言 因为周日寇全台选情都有变数 只是认识分析同时 恐怕先得面对提告官司 接着我们的高梓瑶 台湾报道